一群从槟城来到宜宝的旅游业者 他们不是针对或者不是参与这个旅游泡沫政策来到宜宝 而是他们自行自废安排了一个跟霹雳州 就是槟城的旅游业者跟霹雳州的旅游业者 做了一个交流而做了这个活动 旅游业者的司机就是坐巴士的 那个巴士的司机就确诊的是阳性新冠肺炎 就形成这20多名冰城就是南下的这些旅游业者 都现在正在霹雳州进行着隔离 关键问题是从这个事件呢 我们就察觉到Nancy Sophie 也就是中央旅游业部长之前宣布的这个旅游泡沫政策里面 我们翻一翻去看它的它的标准作业程序 它的SOP里面是完完全全是没有提到任何关于 这个旅游泡沫政策里面从哪个地方从A点去到B点的司机 和在SOP里面指定一定要的导游 司机和导游在SOP里面是没有提到是需要做检验 就是开车验之前要缺好是检验成绩是因性而就可以开 所以我们现在在此所要提的 第一问题在于为什么在SOP里面是没有这个条件 第二我们也在此施压于政府 希望政府能考虑在这个如果要继续走下去就是这个旅游泡沫政策走下去的话 要在SOP里面要确定的有这个条件 第三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跟人民和旅游业者开门见山 很清楚的交代其实从宣布有这个旅游泡沫政策 知道现在到底Upbound和Inbound数据是什么 是成功还是失败 旅游业者所得到的汇率是什么 最后呢我们也想 其实问一问政府到底在目前这个人民水深火热 经济非常困难 尤其是旅游业者 比如工作者 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政府到底有什么政策去宣布 党游啊就是司机啊就是做旅游巴士司机的 他们有任何的政府有什么不理是中央政策去协助他们 那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得出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说这个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旅游是最先受到影响 然后也预计是最迟才能够走出这个深渊这个困境的行业 我们觉得政府做的不同 这个行程是由私人去带动的 然后得到中央政府跟州政府的一些资助跟协助 他们是赞助那个行业 那通过这个Travel Barber的政策来去鼓励这个旅游业 那我想说这个行程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是没有多大帮助 媒体员作为这个前线人员的角色跟这个贡献 在最短期内能安排 就是为所有的这些前线的记者进行疫苗的注释 有象後生 à可行 就像我一样的关系 感受到处理 有象律 很遵积 误 effective